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哥回来了 看怎么看 摘你的菜 妹妹 哥哥 你 哥哥 妹妹 你都不理你 跟屁虫一样的跟在后面 喊什么喊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离他远点 离他远点 为什么不听啊 不听话 不听话 说一两句 你就哭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什么妈妈不好 你也不懂事 我怕 你怕什么呀 你怕什么呀 妹妹 你说 我敢说 谁把你怎么着了 你快跟我说呀 不怕啊 快说 我不敢说 哥哥不来 哥哥把你怎么了 有爸爸妈妈在 谁都不怕啊 宝贝 说 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你说话呀 你急死 妹妹 妹妹 这么晚了 你不回家 到这儿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我来等你一起回家 那你先回去吧 我们还有事呢 你们有什么事 怎么 有事还非得告诉你啊 对 因为你是未成年人 我是你的法定监护人 你应该告诉我 那我要不想说呢 好 那我就在这儿等 我等你告诉你 你要愿意就一个人在这儿等着吧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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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一块再回来 那人是什么啊 好地监护人 丁哥 这么快呀 我现在就要上去啊 上去吧 别说是我送的 他们问你都说不知道 明白没 你放心吧 老费没问题 来 来 来 谢谢叔叔 不用谢 站着 你跟着我干嘛 啊 你干嘛老跟着我 天不早了 该回家了 你烦不烦哪 你再跟着我别怪我 我跟你翻脸了 翻了 反正你也不止一次跟我翻过脸 今天我都要看看 你能翻哪儿去 还有你们几个 我把号吊着 别以为啊 我不知道你带了什么 你们赶紧把他扔垃圾箱里去 什么事没有 要不一会警察来了 你们就是没用 蓬佩说不清楚了 知道吗 我还告诉你 陆小军还属于未成年人 我看你们当中有的人啊 恐怕就不是未成年人了吧 啊 一旦出了什么事情 你们要承担的责任 肯定比他大得多 所以说你们趁早把东西扔了 啊 该干嘛干嘛去 我实话告诉你们 周教已经报警了 你们要赶有什么举动 警察马上就到 你们都不是孩子了 啊 啊 该行行酒好好想想后果 变了变了轻重了 小军 今天实在有点喝多 头晕的话 咱明天再说吧 对啊 我头有点晕 想吐明天再说 一群液体 你的刀呢 我没刀 今天你除了跟我回家以外 哪儿也别想去 你要不嫌累 好吧 那咱们这么耗着 啊 反正我有自行车 走累了可以骑 啊 啊 啊 哥哥 你睡醒了吗 爸爸让我看看你起没起床 哥哥 你起床了吗 哥哥 是爸爸让我来看你的 你进来 我问你 那件事是不是你告诉他们的 梅梅 怎么了梅梅 他告诉爸爸怎么了 怎么哭了 他告诉爸爸怎么了 啊 怎么了 啊 别哭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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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啊 梅梅 你怎么了 快说 都怪你 都怪妈妈 妈妈怎么惹你了 就是怪你 哥说我是无耻的抗蜜者 小岸天 小半途 还有小走狗 不知好歹 混蛋到什么时候都混蛋 妈妈 妈妈我不是混蛋 妹妹 妈妈不是说你 别哭了 带你洗脸去吧 妈妈 她说她再也不搭理我了 妈让我滚 她凭什么让你滚呀 怕什么权力让你滚 最好别搭理你 最好她所有人别搭理 她省心了呢 那哥少说两句吧 快 带她的洗脸去吧 去去去 别碰我 我坐 就 你 真的 你 我 icer